胡子修参议员来上台给大家 来讲两句话好不好 胡子修参议员也是我们多伦多 龙文化节的荣誉主席 让我们热烈掌声 欢迎胡参上台 有请 大家晚上好 今天晚上很高兴 受到张检主席的邀请 还有呢 同我们一起的 还有中国驻 多伦多代总领事 陈宏国总领事 还有各位领导 那今天晚上呢 当然我一个人 我绝对不会忘记的 就是我们的总导演 张检大导演 给他掌声 由于目前的地缘政治关系 我觉得文化的开发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由于地缘政治跟世界各个形式的发展 尤其是我们居住在加拿大的200万华人华侨 对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呢 能够把我们的文化 世界传播跟世界传播跟介绍到主流社会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也很感谢张检主席和所有的赞助商义工们 能够能够在这三天之内 把龙的文化 带到加拿大传播给主流社会 这可以说非常重要 让我们给他们大量的掌声 三天的准备在加拿大 最大的城市 多很多的市中心 市政府 广场 能够举办这样的一个龙的文化 结今年进入第五年 可以说史无前列 可能也没有人以后能够再打破这个纪录 那么当然要举办一个这样的活动呢 可以说非常的不简单 没有义工 没有赞助商 没有政府的支持 这是政府的支持 那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所以今天晚上 我们能够欢喜一堂 来表彰跟感谢 这些所有的人事们 我觉得是做得非常对的 尤其是当我走进来今天晚上 我看到今天晚上在场的 这真正是一个文化 代表文化的场地 我非常感谢大家来到这里 充分地表现出龙的传人 龙的文化 我们来加拿大 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为了争取到更好的生活 争取到下一代 能够更容易地溢入 我们的加拿大 所以我今天晚上 特别高兴 我昨天晚上从美国赶回来 主要就是要参加 这个已经举办了五年 每个周末的夏天 都在多云多举办 你知道这样的一场活动 不但在文化方面 同时也给多云多带来了 很大的经济效益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 我们作为移民 回加拿大所做出的一部分贡献 那么今天晚上呢 我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晚上 大家把我们的龙的文化 再次的体现出来 谢谢大家 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晚上 谢谢胡三